吃住餐就要这么吃 看到没 这个海胆就要这么一整盘一整盘的端 是一口三文鱼 粉丝先吃 该说不说 驾驶上大胆是有点牛的 哈喽这叫我大胖 一个让住餐老板色色发的难救 全国挑战200家住餐 今天我们去吃成都的上宴 528一位 还有新成员 这个是邱婷 走吧 看看菜品去 走 进来看了一圈这边四台 今天的餐费是528 这边的小青龙是不限量的 但是每人每次只可以取半只 还有这个限量半只的珍宝鞋 因为我们人多 拿了这么一大盘 先下两个 剩下的都你们的 来 看看这三文鱼的品质 先搂这一盘 蜜汁蘸料配上这个三文鱼 真的绝了 这三文鱼品质真的ok的 很好吃 太鲜嫩嫩了 真的 你们的三文鱼 别再用什么四生酱油了 用这个 大盘的蜜汁蘸酱 真的香 太好吃了 它这个鲍鱼是给你处理好的 清蒸的蒜蓉鲍鱼 嗯 哇不错 鲍鱼是鲜活的 非常纠缠 咱们还是开鲜汁三文鱼 哇 你们两个比赛归比赛 这老板要苦啊 没有 这个女孩子超能吃 我告诉你啊 哈哈哈 这怎么秋婷饿了 今天说要挑战我 说实话 大胖瑟瑟发抖 哈哈哈 吃住餐就要这么吃 看到没 哎 这个海胆就要这么一整盘一整盘的端 太绝了 哎 自己去拿啊 不带给的啊 这个时候 我就是小吃了 嗯 要自己拿的这个 哇 30个海胆 就剥了这么一碗碗 太难了 来 加点大胖的蜜汁蛋料 哇 嗯 哇 太好吃了 真的好吃 我去 哇 刚才去排队拿两只小青龙啊 搂一下 哇 铁板姿势味的小青龙啊 哇 铁板姿势味的小青龙啊 哇 哇 它龙虾还蛮新鲜的 这个龙虾是先用铁板先煎了一下 然后撒上姿势 再举了一下 挺好吃 哇 真好吃 再来一个 等我吃完了再去排一下 明显这小星龙没吃过瘾了 每个人限量半只的珍宝蟹 用辣锅煮出来的 新鲜的珍宝蟹 它口感就真的不一样 看这一整个蟹嘴 真的好吃 秋婷啊 你得拿点这种容易回本的 知道吧 你怼得那鱿鱼康康照 小青龙 这一次是蒜蓉的 刚才是芝士菊的 蒜蓉的好吃 我来个 我看哪个肉紧一点 这个肉紧 你再尝一个 这个肉质紧实 嗯 哇 它这边小鸡 芝士菊出餐还是蛮快的 你知道吧 嗯 它一次做饭 一次做 对 对 哦 这次的 我玩 这个 我笑 你合体 它会单级 一个合体 这个 真香 嗯 你吃几次龙虾了 你去帮我排嘛 又帮你排 我都帮你排好几次 哈哈 他这个螺丝虾个头是真的粗犷 我的天呐 赶上小青龙的个头了哦 什么东西 真的 我去 螺丝虾的正确打开方式 就这样子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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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螺丝虾就是好吃 肉质很体质 这一口三文鱼 粉丝尖吃哦 该说不说 驾驶上大方式有点牛的 嗯 嗯 哇 这三文鱼 就不太方便 能带一下盘吧 超级的湿滑 真的这三文鱼 最好吃 嗯 赤身吃肉质 一定要多喝点这种热与热食啊 这辐料墙 嗯 哇 这个东西 我只在这边吃过 下面是薯片 上面是三文鱼做的肉酱 嗯 嗯 嗯 好吃 哇 这个要口感也口感 而且很香 嗯 上面还有鱼子掉 嗯 嗯 这个真的好好吃啊 嗯 哇 肉 对 嗯 这个小女孩相当猛的吧 默不住身的在那一直在吃啊 咱们又拿了三个小青龙 嗯 它就是一波姿势一波蒜蓉 它有些肉汁就没有那么紧实 果然小的小青龙 它肉汁就会比较发绵一点点 大的青龙 它就肉汁好一点 这两个人好能吃 嗯 好 谢谢 刚烤出来的大生蚝 很嫩 而且这个蒜蓉酱调的刚刚好 最后去拿一只小青龙 我发现一个问题 当我们快吃完的时候 它这个龙虾个头是真的比刚才要大很多 这么大一只 我去 哇 嗯 嗯 嗯 哇 按着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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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咱们去吃烤肉火锅蒜体 好 自主啊 ok 有海鲜有肥牛 哎呀 太美了 吃肉去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好 咱们这边多少钱一位 一百一十九是吧 现在排队对吧 哦 那给我取个号啊 现场排队中啊 渴了的话可以先喝点水 对 哈哈哈 终于交到咱们的号了 咱们今天吃肉啊 吃肉啊 哈哈哈 吃肉 吧 吃肉 无论 吃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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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吃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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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拿了满满一大桌 先吃吧 不过一会儿再加 它这家烤肉价格呢 是中午的话也是118 这个是护心肉 大肠 还有鸡嫩骨 这个生蚝也是不限量的 看一下 还是蛮肥的 蛮肥的 好吃 这个虾来 炸大虾 来一个 连壳都可以吃 香了吗 哎呀老香啊 嗯 饿了真饿了 说实话 我们本来来的就吃啊 是吧 你看 很好 没事 本来到这个店的时候就十二点半多了啊 十二点四十分了 然后排队排了一点一点多 饿得不行 饿得不行就要吃啊 这好东西啊 大家嘴嘴来 哎呀可不行 咋不行啊 哎不行我就这一口了 那你来 那我来哈 哇一口咬下去爆油爆香 我天啊 嗯 口咬挺好吃的 好吃 酱 好吃不吃 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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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也热成热了 我好饿呀 哈哈哈 我真的我太饿了 哈哈哈 话也不说了 埋头就吃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再煮一碰 再煮一碰 哈哈哈 哈 话也不说了 埋头就吃啊 吃的满嘴都有 哈哈哈 肥牛肥羊啊 这个一看就是 哈哈哈哈 我多下点啊 哦 多下 多下点 哦 这味道太好 咱们今天哈 就吃肉肉多吃点啊 好嘞 哎 他们家的栗子也很大个啊 这个也不限量 这个水果这个栗子 在猪肉餐里面哈 可乐 千万不要喝水 也不要喝饮料 现在水果 比什么都强 真的 哈哈哈 因为喝水 你一下就喝饱了 哎 吃水果你不会 你知道吧 季节渴 它还贵 哈哈哈 嗯 不像是牛肉 也不像是羊肉 啊 不足够 就吃一块 嗯 那是羊肉吃的 就吃 吃肉就行 咳它吧 哦 哎 好了好了行了 放不下了 放不下了 你来吧 吃吧 吃主餐 你不用浪 你知道吧 这是想吃多少拿多少 是吧 为啥我就喜欢吃自助餐了哈 想吃多少吃多少 你知道吧 哎 也不用让着谁 也不用让着谁 是不是 想吃多少吃多少 不够吃了 咱们再拿就好了 呵呵 哦 大肉片 继续下 就是啥了哈 这边用餐环境稍微差点 特别热啊 对 而且很闷 它这边烤的油烟出不去 啊 闷 空气不太 啊 食材没问题的 没问题 食材没问题 嗯 空气一般 哦 酸肉特别香 来 我不要不要不要 那快去尝尝里面 我尝尝 尝尝这里面 这里面啊 不敢吃外面 我摆一块下来 啊 不敢吃外面吃里面 对 就是里面那的东西 嗯 对 说说我都没吃过海鸡 哎呀 我感觉那玩意 像籽一样不好吃 哎 什么味也没有 一股海味 哎 对了 一股海味 嗯 嗯 你看这个新鲜的 不是海 一股海味 还有点苦 我都说了 这个海鸡 肯定有点苦 嗯 有点回甘 回苦的感觉 对不对 哇 被牛蘸烧火料 嗯 嗯 真香 啊 这个肥肠 这个是烤的肥肠 烤的滋滋冒油啊 哇 呵呵呵呵呵呵 嗯 哇 香臭香臭的 呵呵 菜的好吃 嗯 菜的好吃 这非常 真肥 好吃 鸡鸡 哇 还表皮烤的干干的 你看很香 哇 哈 吃了一只 就是有点太热了这边 啊 吃的真热 你脑门全是汗 护腥肉 烤的虽然有点黑哈 自己烤的 呵呵呵 嗯 这个护腥肉哈 越咬越香 好吃 嗯 还有弹性 有点咬越香 感觉 嗯 看这个肥肠 这么吃 好 好吃 可了可了就吃一只你知道吗 热的不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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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这坏 嗯 你比如说你吃的驴头吧 嗯 做的那些肉就那东西就完了 嗯 你不要把水果什么都有 是 要丰富 你吃油腻了可以吃点水果 嗯 不仅吃点生菜 吃点大蒜 吃个这个 它都有 行 这个够了哈 这个我买了啊 像这种一百来块的粥肠 是吃的比较接地气 三百多块的粥肠呢 我看你比较吃不来 都是海鲜 是吧 墨鱼肠 嗯 嗯 啥味道 我们家的烤烤鱼啊 这是谁拿的 你拿你们吃 我拿要吃的 给我 黑区区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行了我们就边吃边吃了 好了 朋友们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方视频的记得留言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